他们的村寨是由树干和棕榈叶搭建而成的简易茅草房 这个白发老人是他们的酋长 年轻的男子负责分割野猪 但画面过于真实 我们直接跳过 分割后的野猪肉就直接放在火架上熏烤 他们拿起烤焦的野猪肉大块朵頤 享受着这一顿美味佳肴 野猪肉的味道还是很好吃的很香 这个肉特别的咬不动 这个是猪排 这个可以吃 只有猪肉还不够 他们又拿出一块白色的食物 同样也放进火架里熏烤 直到外皮被烤得焦黑 这就是他们的主食 名叫接力 这个叫接力 他们本地人的食物 尝一尝 酸了 臭了 这个接力真的能吃吗 还剩下很多猪肉没有吃完 他们要分享给其他族人 这边 这边 我们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